強調前新竹市長林志堅論文 絕對沒有抄襲 前國安局長陳明通 同時也是林志堅 台大國發所的指導教授 出版新書 2022年學輪獵巫事件部 還原論文們爭議 陳明通拿出論文資料 以及來往的email當佐證 強調余正煌論文的大部分東西 都是來自於他 以及他和林志堅共同創作 陳明通高呼 論文事件變成政治鬥爭工具 讓執政黨幾乎輸掉整場大選 安排 對不對 結論一定要主要研究發現 未來的這個研究建議等等 這有什麼不對 就在任職作戰上人盈盈盈之下 竟然把一個這麼單純的東西 變成好像一個最不可設的東西 儘管陳明通強調 這是學輪獵巫事件 但台大校長卻重申 學生學位被撤銷 陳明通作為指導教授 理當要負一部分責任 向社會大眾致歉 對此台大再度強調 學輪調查結果並無爭議 但陳明通也說 會用證據持續幫林志堅平凡 三日新聞 黃燕傑 永遠伯 エッセン小組台北報導